前两天去中国的餐馆的后厨 帮忙了两天 到这么一个小餐馆里边 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 这里边的每一个人都不是简单的人 有在国内当老总的 而且是很大集团的老总 还有呢做生意的老板 我们的主厨是一位做生意的老板 然后呢还有现在有很多房子的人 也在这里边帮厨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在美国 你会感觉到一个工作岗位 并不能代表他本人的个人的能力 这个后厨里边就是卧骨藏龙的地方 所以有的时候 在美国真的应了那句话说 没有什么岗位的高低之分 真的没有岗位的高低之分 不是猛虎 不下山